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战神2全剧情娱乐流程解说第六集 我是310 上一集呢是说到这个要打boss对吧 是他这个蛮人之王 也就是以前被奎爷杀掉的这个野蛮人首领 好 沿着存档点前面这条路呢往前走 这里又是个大镜头 基本上看不到奎爷 好这里有两具这个干尸 这里写的是被遗忘的沼泽 然后到这个地方呢 大家看前面有两个宝箱 不知道看不看清楚就在这个地方 右边还有左右各有一个 好咱们换成克罗诺斯之怒去出发剧情 他说这个命运三女神呢就躲在前头的这个巢穴里头 他们控制着命运之线 你去控制 你去夺回你自己的命运之线 这样你就可以回到宙斯背叛你的那个时候 哎 这个时候呢 哎 突然之间这个蛮人之王就出现了 好 奎爷这个用炼刃拉住他刚才这个镜头好像给了一个宝箱 大家应该都看到了吧 这个宝箱呢 现在还剪不了 以后咱们回来的时候再来剪 好 这里有四个QT 前两个是按键 第三下是摇杆半圈 然后第四下依然是按键 哎 这个都是随机的 好 奎爷对这个马的菊花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啊 然后这个马的菊花呢就喷吐出两大坨这个蓝魂绿魂 那咱们奎爷是照单全收 好 这个地方呢 哎 拖的差不多了 蛮人也就停下来了 他说天哪 这是真的 我从哈迪斯的这个守卫当中杀出成为 脱离了这个地狱之火的煎熬 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哎 命运女神青睐于我 他只给我向我指明了复仇的目标 哎 奎托斯就是你 哈哈哈哈 Aris的走狗 你还记得那一天吗 斯巴达人 我永远都不会忘了那一天的 哎 那一天呢 就是当年 奎爷向Aris出卖灵魂 扭转了战局 并且把这个蛮人之王给爆头了 啊 其实命运三女神要这个蛮人之王来阻止亏爷 也是为了使自己免于被这个亏爷杀掉 这个以后再说 哎 他这里这里亮一下伤疤 说这一次 哎 Kritos 你这个轮到我来取你的手机了 好 正式开始 那一上来呢 先往左边滚一下 右边滚一下 好 这样就可以避开他一开始的那前冲攻击 这个时候咱们走到他的正面 然后不断使用打两下防一下 这个尽量使用顺防 哎 及时防御 这样的话 蛮人之王会被我们挡在那儿不能前进 然后适时的这个找时机放一下克罗诺斯之怒 赚点这个连击数 哎 尽量多使用这个及时防御 然后看看方位不对呢 赶紧调整一下 一定要站在他的正面 这样就可以阻止他前进 要不然他在场上乱跑 一会儿还会射箭 一会儿还会冲撞 非常难对付 这样的话就可以在基本上 把他控制在原地 干掉他的第一形态 好 刚才是打出了比较高的一个连击数 这里蓝魂消耗不要怕 马上就可以补满 好 第一形态把这个叫做 射人先射马 对吧 先把他的马给废了 废了以后呢 蛮人之王进入第二状态 第二状态呢 是他会招三波杂兵 这个时候攻击蛮人之王是没什么用的 只要把他招的杂兵全部干掉就可以了 那这些杂兵呢 直接投资就可以解决 非常轻松 而且还有无敌时间可以躲避 蛮人之王的攻击 而且还可以回复很多的蓝魂 所以说这个阶段完全没有难度 这个时候注意站位 一招出这个四个杂兵呢 就上去 然后对这个杂兵提出 他这一招要及时闪避 要不然就二段跳回避 非常危险 这招 好 两匹干掉 这个杀杂兵的时候 也要注意蛮人之王的动向 防止他出一些恶心的招 那么第三匹杂兵呢 这里有一个熟人了 嘿嘿 老船长啊 又是你 他说 怎么又是你 这里把这个杂兵干掉 这个老船长 他的头子还是 所以一般杂兵不一样 这个老船长真的是非常运势差 好 这里把这个 这个魔法换成弓箭 这样的话就是第三形态了 玩人之王会变大 这个时候呢 咱们要利用这个无敌的这个 举弓箭的这样一个bug 当奎爷按L2去弓箭的那一瞬间 是无敌的状态 所以说这可以躲避 蛮人之王的这个锤子攻击 哎 比这个顺防要好 这个这招好像顺防是防不了的 他这个挥锤子 这个从左边挥过来呢 是速度比较快 然后哎 就像这一下 然后从右边挥过来呢 是三连击 但是速度比较慢 要注意好时机 这个还是挺难把握了吧 然后好 这个阶段就结束了 那么最后一个阶段呢 咱们就使用暴气了 据仔同学说 这个战神2打boss 一定要暴气 要不然就浪费了 因为boss战打完 这个暴气值会给你毁满的 那咱们就听他一个词 哎 果然是把这个暴气以后 最后这个形态就非常轻松了 好 最后是几个QT 把他锤子抢过来呢 哎 把它砸成肉酱 OK 蛮人之王的boss战就这样结束了 这个就算你不使用我这种取空剑的打法的话 依然是还是比较轻松的 好 这里我们获得他的武器 这个蛮人之王的锤子 好 按R把它这个收到背包里面 咱们还是使用这个练刃 一般来说都是这个雅典娜之刃比较好用一些 这个蛮人之王的锤子呢 是在少数的情况下用一下 主要是攻击率比较高 但是这个锤子它是不能翻滚的 所以说比较恶心 这里还有个杂兵 这个暴气草果然也是回满了 那奉劝大家玩的时候 如果不挑战这个不暴气的话 这个还是在最后最后那个形态暴气打一下 还是比较轻松的 因为最后那个形态它的这里有一句干湿 最后那个形态它放的那个跟踪的那个东西 那个魂 那个东西还是稍稍有点难躲的 躲不好很容易受伤 好 这个是L1加方块 不想死的话尽量少用 这是L1加三角 还有空中L1 这两招还是比较好用的 主要它是这个范围计 然后这个锤子呢 主要就是用三角三角这招 这招还是比较实用的 两连招 好 哎野猪 咱们又见面了 最近过得好吗 OK 这边又来到了新的这个场景 叫做欧绿阿勒的这个神庙 好 这个地方跳的时候 千万别掉到那个红颜色的沼泽里头去 哎 我有一次路的时候就掉下去了 而且还是挺后面在掉下去的 只好冲路 好 这边先这个往右边这里前进 好 这里这个奎耶势力非常好啊 这么远都看见了 他说哎 战士啊救救我 哎 这时候冲出来像头牛 左边那头呢想把它砍死 右边那个时候哎 助手 咱们拖回去搞鸡 哎 结果就拖回去了 好 咱们走到这个地方呢 哎 这里有一具尸体身上可以获得一个叫做欧绿阿勒的钥匙 哎 这个钥匙他非常偷懒 也不画一下钥匙就画了这么一个这么一个符号 然后这里的这个新杂兵呢哎 非常恶心 大家要小心应付 这个新杂兵非常多 而且他怎么说呢 他就是出招的时候你也是打不断的 然后他有一招这个前冲攻击 然后撞过来 这招是防御是会破防的 就是你防御了也没有用 然后这个他破防以后呢就会用一招这个双手斧子乱舞 刚才那个人就在用这个蓝光 有蓝光哎 就是刚才这个冲过来 即使把他抓住就好了 对付这个敌人呢 我目前来说还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心得 就这样圆圈投机直接搞死 哎千万别跟他们纠缠 直接圆圈投机搞死就可以了 好这批杂兵杀掉以后呢 咱们原路返回 现在有了这个钥匙呢就可以去另一边了 好这里这个有一个绿魂宝箱 然后走到这个大门口这儿呢 哎这里的骷髅会复活 哎这里有一个技巧就可以把这个骷髅引诱他到这个门前的实化光线那儿就可以把它实化 咱们把它以这个形态干掉的话可以获得15点的这个红昏额外奖励 哎可以看到右下角 哎不过用这个方法还是挺危险的 特别是被骷髅围攻 骷髅的这个攻击方式是这样转刀 哎看到有哎这边方向没对准 看到有这个骷髅被这个实化呢 就赶紧用空中哎这里小心自己被实化用空中L1这招 哎这里自己要被实化了赶紧这个以左摇杆挣脱 好差一点点 好这个也实化了 哎为了赚那15点的红昏真的是打的差点死掉啊 这边绿魂也不多了 那锤子对付这个骷髅还是比较好用的三角三角你看可以直接出这个圆圈提示 那你如果不用圆圈的这个投机最后干掉它呢 它还是会复活的就像刚才这个已经复活了可以看到 复活以后HP会比较少两下方块就出提示了然后用圆圈投机干掉 所以说锤子这个东西它因为不能翻滚所以说还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这个偶尔用一下在一些特殊的场合 利用它这个攻击力高的这样一个特点速战速决 好这里用了这个欧利亚勒的钥匙呢可以打开这个门 刚才这个地方有一个红纹宝箱这里有一个实化之言 哎这个都不要漏过 然后这里绿魂赶紧开一下 好这里往前走又有新场景了是被遗忘的这个遗迹 好这里来了一个这个应该是老面孔吧 刚刚看到过就是这个小矮子拿双手扶的 然后他这里呢会用号角召唤出一个独眼巨人 然后他控制这个独眼巨人 这个时候独眼巨人就会变得非常厉害 所以咱们先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把这个驾驶员给揪下来 这样独眼巨人就变得比较二了 就和以前碰到那些独眼巨人差不多了 要是你不这样做的话 这个跟骑 跟那个小矮子骑在上面的这个独眼巨人纠缠的话会非常不利 所以直接用头计把它抓下来 然后把这个驾驶员搞死这样的话这个独眼巨人就把这里打得比较迥啊 主要是这个时候手机响了 我再犹豫要不要去接 结果就想不好这个一边这边屏幕上面就连续被砸 这个也想不好到底是用弓箭无敌时间过去呢 还是翻滚 结果就被打了 这里这个私下Q7以后呢 就可以把独眼巨人眼睛拔下来 这样我们就取得了一个独眼巨人的眼睛 那么取得二十个呢 就可以获得一套隐藏服装 好 这里这个新刷出来的两个小矮子 这边如果说你先杀这个呢 那个就会吹号角召唤来一头独眼巨人 如果说你不想杀那独眼巨人呢 你可以先杀那个吹号角的 因为这边这个他是不会召唤独眼巨人 这个我是试过的 先杀后面那个再杀前面这个 这样的话就不用跟这个独眼巨人纠缠了 至于这个二十个眼睛的话 大家尽可以在通关以后的这个雅典娜竞技场里头获得 那个比这里方便多了 而且你就算每一个巨人都杀 流程当中也是凑不辞二十个眼睛的 好 这里咱们又可以使用无赖的这个举弓箭的那个bug了 在他跺脚的时候举一下弓箭 砸地的时候再举一下 这样就利用无敌时间躲过了 好很快就出提示 这招这个弓箭bug的话 人多的时候可能不太好用 因为这个容易手忙脚乱 但是对付这种单个的敌人 大型敌人特别是像这种独眼巨人 这个石头挂在那儿 那空中的话L1加三角L1加圆圈和 直接三角好像都可以打到 但是不太保险 直接放两个克罗诺斯之怒把这个箱子给打下来 里头是一根凤凰羽毛 然后这里这个石块呢打掉 这里头是个红纹宝箱 所以说一定要先打这个再打那个 先把上面这个宝箱给打下来 再把下面的石头给破坏 要不然你会错过一个宝箱 上面那个宝箱确实是比较隐蔽 好这里刚才有分岔路 咱们先往这边走 有几个杂兵 咱们把他们聚一聚呢 放克罗诺斯之怒 赚一点莲姬树 来鸿昏奖励 放三个估计差不多 然后把所有的人都是圆圈加三角的这个 投资解决 再赚他们最后五点 把每个杂兵都榨干 那么这里有一个红魂加一个蓝魂 那么蓝魂咱们就无视了 红魂看一下 原路返回 那个打蛮人之王的话 就是那个他变大的那个形态啊 用弓箭那个bug 有几点是要注意的 一个是他从右边往左边挥的那三下的话 那个是你看到他挥到你身上了 你再按这个L2就来得及 因为他这个挥的比较慢 然后每一下这个鞠躬之间都可以连一下这个方块键 这样的话不但是可以攻击他一下 而且保证连击术 再者呢可以掌握一个节奏 来就挥一下这个方块 然后再这个鞠躬 再挥再举弓这样 这个节奏是非常好的 然后呢这边先杀蚊子 然后再杀这个会钻地的杂兵 然后挑到空中呢 还是L1加圆圈 诶这边这个多出了几招就被攻击了 然后他那个蛮人之王从左边挥过来的那一下是非常非常快的 所以说你看到他有这个征兆的时候就要去准备好这个闪避了 而且他是两连击 那么后面那一下呢 他这个间隔时间比较长 你可以挥两下方块再举弓 这个大家实战的时候自己去体会吧 那么这边人清光以后呢 这里绿魂宝箱补给一下 这里利用这个百度点给他挡过去 好这里非常恶心 这个下面的提示让我看不清下面的路了 好到这个地方呢 右边这个梯子是可以爬上去 爬上去呢上面有条藤蔓 这边一路向左 刚才那个杂兵非常二居然没跳到这个藤蔓上 那咱们不得不掉下去把它解决了 本来可以在藤蔓上直接投机的 又是一颗石化之眼 石化之眼还差三颗就全部收集齐了 但是凤凰羽毛好像还差很多 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好咱们要不要再放下克罗诺斯之怒呢 赚点连击数 最好是放在他两人中间 诶像这样 好这边杂兵清光呢 就可以跳过去了 跳这个东西的时候 小心一点不要跳到那个沼泽里头去 像这种低级错误也是经常犯的 好这边这里三个这个扔火球的人呢 先把左右两个的这个站的这个落脚点给他打碎 脱下来干掉 中间这个呢可以用这个R1加L1R1 L1R1这样把它摇下来 好就像这样按下R1 然后把这个石柱给他摇下来 那上面这个人呢就会掉下来了 掉下来以后又会刷两个 那么还是毫无悬念的圆圈字解决 这个杂兵在战神3里头也是出现过的 当时战神3里头我还以为是身面孔 现在玩了战神2呢 也是当时好久没有玩战神2 所以说我也忘记叫战神2 其实也有这种杂兵的 但是区别就在于战神2拿的是这个红色的这个火球 战神3里头拿的是这个蓝色的火球 他的攻击招式和你攻击他的这个招式都是完全一样的 包括这个投机也是可以无限连连死 大家应该还有印象吗 第一次出现是在哈迪斯的那个地方 冥界 好这里人清光就可以沿这里爬上去了 然后左边的这里有一个红红宝箱 然后右边的是一个绿魂 怎么就不开了 这个红红是不是很多 大家这个有很多观众说可以升级了 这个升级我准备留在这个欧绿阿勒这个美毒莎 他boss打完以后再升级 因为需要用一下这个锤子的升级以后 斜道跳跃的这样一个技巧 而且我想那个时候最好能够撑到这个锤子连升两级 大概要两万两千的红红 现在还差很远不知道到时候能不能足够 然后刚才这个地方呢用弓箭射开以后射开那些荆棘呢 跳上去是一个百度点 然后下来呢是这个箱子 一个石化之眼加一个红红宝箱 赶到这个地方先开一下机关 再把这面墙打碎 这里会刷两个火球兵 也是老套路干掉 刚才那个人被咱们这个物伤打死了 这样的话他不用投机干掉 他是会自爆的 所以说像刚才这种情况大家还是要躲一下 好这里把这个尸体呢放到这个水上 让它飘一圈 然后到这里来接住它 这个地方因为它这个地方有一个这个栅栏 所以说这个尸体本来是可以直接搬过来 但是有这个栅栏呢就搬不过来 需要利用这个水循环 可以让它转一圈到这个地方 这样把这个机关压住呢 咱们再去踩中间这个机关就可以通过这个这里的这道门了 然后直接跑过去也是来得及 那么这一期节目呢比较短 主要是为了保证每集一场BOSS战 那么下一场这个BOSS战呢 是三头狗 算是一场小BOSS战 好那么这次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一期再见